胡亚丹的起票之后基本是在排枝上在做军队 来看陈若霖 这是08年新科的奥运冠军 他有个提位动的 但我觉得他这个起票呢 还稍差点 而且效果不错 陈若霖 在08年获得奥运会的冠军之后 他也是现役的这些运动员当中 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在奥运会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 陈若霖呢 在09年参加了罗马世界锦标赛 并且拿到了十米跳牌和双日 比赛还是比较能够拼 来看陈若霖 陈若霖这一跳是向内翻成三周半报夕 难度3.2 第一跳之后排在第二 好的很漂亮这动作 非常棒的一动作 在台比赛上陈若霖应该说是被寄予厚望 毕竟呢 他的这个历史成绩是非常辉煌的 不但是最年轻 现役的这个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并且在世界杯和市井赛项目的金牌 那除了陈若霖之外 像两位天津的选手康丽和汪浩 包括这个胡亚丹 陈若霖将出6243D 陈若霖 来看他的壁列的6组动作 陈若霖的肩的位置顶得很好 漂亮 很棒的效果 对呀 所以他这样的整个奇套呢 一下推起来有个成功的 9.5 9.5 9.5 市德森91.20 其实我们看到了陈若霖在奥运会之前那些比赛 还有一直到今年的市井赛 最明显的感觉到这名队员 他是越来越沉稳 越来越大将的那种风法 当我之前的时候 还是给人有一种那种稍微有一点智能 有点休奇 对他们锻炼挺大的 你就抓他改了半天呢 他就是不能 这里面呢 就是说有理解能力 但同时就是说 我像我刚才说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 你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比如说将来你给你改 你认为你需不需要改 你应该改 那么你改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改 你坚决改还是无所谓 可改可不改 小伙伟林 小伙伟林还可以 但是呢 各方秘宿都很内容 其实刚刚在整部之前的时候 咱们俩就一直在聊 说有的运动员 他有一些问题 他必须要当了教练之后 他才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就是说你换一个角度去看 不是你自己做的时候 有的时候反而会发现 诚伟林应该是能够拿到这枚金牌 这一趟只要拿到64分 就可以获得冠军 运动员的天分 还有家人勤 有勤奋你才能够把天分激发出来 如果不勤奋就不行 诚众林很勤奋 很棒的一个动作 不错 就是最后喜欢 还有点起来 起来了一点 对 乔若林 非常努力的一名队员 很刻骨 他的训练量 训练时间 在国家队都是非常大的 对 那冠军也是正常 应该的 天道酬勤 对 陈若林最终的分数 439.35 这样呢 我们的 你死心跳台的 陈若林获得冠军 王浩获得了银牌 朱家明获得了银牌 这真的好有点事 我也没有想写 我看着呢 你死心跳台的 像我一样 这样的